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看大马教育文凭 SBM成功之路这档节目 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丽婷 你也可以叫我小班长 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中国文学 但是在进入真正的主题之前 先给大家一些温馨提醒 我们知道现在大家还在对抗 COVID-19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 所以在这段时间 如果没有出门的话 在家里也同样要勤洗手 做好防疫措施 那如果有出外的话 尽量跟人们保持一米的人生距离 同时也要勤洗手 而且不忘要戴口罩 那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就是中国文学 很多人听到这个主题 就觉得是一个大块头 因为这个中国文学 好像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有一点遥远 有点距离 但是面对考试的这个时候 老师却说很多同学很紧张 不断地给他发简讯 说应该要怎么应考 才能得心应手 那待会我们就要请出 我们这位老师 执教经验相当丰富 大概29年的这位老师 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怎么样好好地掌握中国文学 然后享受其中之美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老师 到底是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是的 在我身边呢 就是我们的蔡旭梅老师 欢迎蔡老师 你好 是 也请蔡老师 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打个招呼 嗨 各位同学大家好 还有我在家的 我的小朋友们也好 是 我知道说蔡老师 其实执教变已经29年了 是的 对于中国文学这样一个科目 好像既陌生 但是又熟悉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大课题 老师认为通常学生 面对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在哪里呢 我觉得这个很大挑战 就是他们要在两个小时半里面 回答十道常题 那小孩子一拿到考卷 就要拼命地写 所以有时候来不及思考 他应该已经思考 在里面的脑子里面了 所以他可能已经有 作答的模式了 是的 那怎么考得好呢 考得好的话呢 其实呢 他只要掌握文章里面的 这个主题思想 然后所有的情节 都融会贯通的话呢 他们进去就可以考了 其实他不是背 他不用背了 他是要消化那篇文章 他从心底的去认识这篇文章 对好 那我们也来贯彻一下 我们今天谈到的 那个防疫的标准 对程序好了 我们请老师到这里来 然后呢 一起我们先把口罩摘下来 放到这个各自的那个盒子里头 或者袋子里头 好 然后我们再来消毒 OK 当然我这个时候 我要跟老师保持一定的距离 至少一米 然后呢 我们才开始我们的真正这个节目的主题 今天呢 我们同时会邀请六位同学 一起来上课 那希望说他们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他们这个学习的心得 好 来 洗洗手 消消毒 OK 搓搓手 好 不过说到真正上考场战场的是同学们了 是 我不知道他们对这个科目有什么看法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好的 是的 大家好 我是罗修理 来自雪兰儿八百零公教中学 是SBM2020中国文学的考生之一 我之所以会报考中国文学 是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与华文相关的事物 对于我来说 中国文学最有趣的地方在于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细微的描述 来揣摩作者想要表达的意象和内心世界 在此 希望自己和走在同一条文学路上的朋友们 都能考或佳绩 谢谢 大家好 我是2020年报考FPM中国文学的学生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读一些古诗词还有名著 所以当我知道了有这个中国文学的科目可以报考的时候 然后我毫不犹豫就选择了要报考 我觉得中国文学能够提高我的写作能力还有理解能力 然后我能从作者的文字中得到一些人生的道理 还有丰富我的见解 所以我觉得学习中国文学是很值得的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达林公教国民行中学的陈敏仪 其实一开始想学习中国文学是因为看了经典武侠小说 觉得很有趣所以才选择了学习中国文学 通过中国文学我能看到中国五千年的历史 经历了各种的风风雨雨和沧海桑田才成就了如今的中国 从中我也领悟和学习到许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了解了从前的文化和当时人们对社会的一些想法 所以学习中国文学它不仅能让我了解历史 它也能让我思考现在和憧憬未来 谢谢大家 蔡老师听到刚才那些同学的谈话 其中最后一位同学她谈到说 她不只是有文学的那个学术的熏陶 而且她能了解当时的那些文人 他们对社会的一些观察 还有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老师您看其实这文学的美在哪里呢 我喜欢里面就是当我们去欣赏里面的 认识里面的这个人物 然后我们去感觉到他们的人物的形象 然后从中我们去学习里面有一些很优秀的 一些思想啊 性格 甚至有一些风景的描述啊 可能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尤其是古诗词那边 真的是我们在陶醉其中的 对 因为现在我们就是生活过得很匆忙 有时候也没真的停下来好好欣赏我们周围的风景 对 我觉得念古文的时候 我更喜欢古时候人的那个智慧 就像战国策这些啊 或者是左传 其实他们的思想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是 好 那待会儿我们就请蔡老师 一起带领我们走进中国文学之美 我们稍后见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谈这个SBM的成功之路 主角除了蔡老师之外 还有六位同学会跟我们一起在现场做交流的 我们来看看大荧幕有哪六位同学 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 有男生 有女生 准备要应考SBM 应该是一个很压力的心情 我们知道大荧幕可以看到学生的这个模样吗 哈喽 大家好 可以跟我举个手 说嗨吗 哈喽 要不要起立行礼 跟蔡老师说一下午安 开玩笑 开玩笑 我先向你们自我介绍 我姓陈 名叫丽婷 是你们今天的小班长 当然我今天只是做一个客串串联的角色 主要还是你们跟蔡老师之间的交流 我们请同学确保其他的杂音都关掉 比如说有额外的电话 那些声量都给他关掉 或者转这个震动 然后呢 可能请其中 每一位同学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打招呼吧 好吧 温菲成 好 这位女同学 请自我介绍一下您来自哪一所学校 您的中文名是什么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张文菲 我来自八达林公教中学 好 谢谢您 还有这位刘同学呢 是您 是您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刘子贤 我来自公教中学 是同学啊 同班吗 不同班 不同班 OK 好 来 再来 蔡庸胖 这位同学呢 听听你的声音 大家好 我是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潘凯隆 来自八达林公教中学 也是同学 也同校啦 还有再来 监亨利 李同学 大家好 我是李健亨 来自滨海中学 总算有一所不同校的 再来 翁渊妮 怨妮是吗 是我看到那个你的名字 是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黄燕妮 我是来自曾江中学 曾江中学 好 欢迎你 还有最后一位同学 希云欣 你的中文名是什么 大家好 我叫徐云欣 来自八达林公教中学 好 八达林公教中学 今天有四位同学 那其他两所学校也要争气 我们跟他就一较高低 好 把时间交回给蔡老师好了 我看到蔡老师设定的这个主题 是很特别的叫做 翻转中国文学拼盘 为什么叫拼盘呢 这是拼盘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嘛 OK 这个拼盘嘛 我们自己小的时候 孩子们都有玩这一个智能拼盘嘛 那智能拼盘很有趣 他是说 我要你拼这个图案 你就能够拼着那一套拼盘 拼出这个图案 那今天呢 我就把同学们读的篇章 比喻成拼盘 好 考题的时候问你什么题目的话 你都有本事把它拼凑出来 考题要的答案 是 好 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题好了 一般上在做答的时候 可能第一个环节有几题要答等等之类的 一般上呢 我们有第一个环节是翻译 但是我今天会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 长题的这个长题作答的技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OK 好 今天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第一个 明天你们要考试了 你们是否能够掌握每一个篇章的重点 OK 好 第二个 在考试的时候 确定你们能够理解 以分析这个考题 好 我们事不宜此 我们看一下 好 到今天你们明天要去考试了 那么我们读了这么多篇章里面呢 老师就基本上把它分成三大类 第一种呢 就是说理性的文章 好 当我们说到说理性的文章的时候呢 同学们还记得吗 文章里面的这个论点论据论证 OK 好 你一定要理清这个东西 好 第二种呢 我们有这个故事性的文章 好 故事性文章里面呢 我就用三个WH来问 故 谁 当我们谈到谁的时候呢 同学们一定要知道 里面的人物的思想 里面人物的这个性格特征和形象 好 第二个是情节 What 他在讲什么东西 他在提什么事件 在里面提了一些事件 好 这一个我画红色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文章里面就靠这个事件呢 来提成这个内容了 好 讲完了之后我们就想到 到底写了这么多人物 还有这些情节干嘛 这是我们的中心思想 中心思想就是 作者要交代的讯息 好 那么呢 我们再看下一个就是这个诗歌 好 诗歌的时候同学们一定要理清什么是意象和意境 然后呢 这些意象意境呢 是用来表达什么呢 表达这个作者的思想感情 或者作者的所要寄予的这个理想 好 那有一点点要提醒同学就是 当诗歌的题目实施 他会有一点点靠 就是着重在这个写作说法 所以同学们大概要知道 就是他的艺术说法 比方说有这个对比啊 OK 这个比喻啊 还有这个像是衬托之类的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一些比较简单一点的 先看比较轻松一点的这个故事性文章 好 来 我们先看这个高明的这个琵琶戏 好 是子贤可以帮老师念吗 好 子贤你被点名了 好的 老师 赵五娘面对什么困境 她如何度过这些难关 好 这一题呢是从情节的角度来提问 好 她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就是问她有什么困境 好 第二个呢 她叫你如何 如何就是解决问题 用什么办法 好 来 可以告诉老师答案吗 还是子贤嘛 对吗 是 老师 我来 我来我了 好 二五娘一共有四个困境 就是她的新婚丈夫没有音讯 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第二个就是刚刚好遇到黄眠 受到饥饿的威胁 第三呢就是公婆已经很 已经年老了 难以度过黄眠 最后呢就是 就是以赵五娘的能力很难 很难善良起公婆的重担 是 那是钱不够用的一个情景 是 继续继续 好 那其实同学们你们可以发现到吗 是 同学请说 好 来 卡荣 试一下 好 好 就照我娘典当的走势跟之前的异賞 来给公婆冲击 还有牺牲自己的食物只吃糖椒 对啦 很好 好 其实你们有注意到吗 她的答案呢 就照老师的这个提示板上面 OK 这提示板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平板 OK 这是我们的这个情节 好 我们除了问情节之外 故事性的这个文章的篇章呢 她也很喜欢问这个人物形象 好 我们来一下比较一下 人物形象会有哪一种提醒呢 好 来 一位同学帮我老师念 哪位同学 何老师 我来 好 来 子仙 赵五娘 赵五娘在《琵琶记》里展现了古代封建论理 道德观念下典型妇女形象 世俗论之 子仙也可以把念第三题吗 根据五娘侍奉公婆的情况和态度 写出她的四项优点并加以分析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题和第三题有什么不一样 来 子仙 试一下回答 老师 我觉得他们大致上是一样的 只是这个第二题是要举出她的 比较偏重于她的形象 然后第三题是要说出她的优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赵五娘有哪些形象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赵五娘的形象 那基本上她的形象都是优点了 对不对 那我老师就想问了 有关人物形象的时候 我们来看有一个字叫做贤惠 好 贤惠呢 根据贤惠的解释的话 它是又善良 OK 又温柔的 好 如果同学们举出了这个贤惠的形象 你就不能够再举这个善良的这个形象了 因为它有重叠性 那么考点的话 它是算一个要点罢了 OK 这算一个要点 好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就是 同学们常常会犯错的这个错误 就是当她举出了这个人物的形象 平常说善良的话 她举出的例子 她的行为不能够和这个形象搭配 这样子她也是拿不到考分点 好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 来 子贤可以告诉老师说 赵五娘善良这个孝顺 我要问孝顺的形象是什么呢 你可以举例吗 在赵五娘她的家乡 遭到饥荒的时候 她情愿自己吃这个草康 然后还要把粮食 省下来给她的公婆吃 所以这能体现到她的酵素 对了 很好 那老师可以先问一下 那自我牺牲的精神又是哪一些呢 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赵五娘她委屈自己 去吞下这个很难吃的这个草康 然后把粮食留给公婆吃 有发现了吗 同学 子贤的答案两个都是 就是牺牲吃米糠 然后留给公婆吃 那这一点就是老师要点出 当我们在讲一个形象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例子 可是别忘了 同样例子的时候 我们特意要强调 比方说她牺牲的时候 你要特别讲说 她吃着很辛苦 咽下那很难吃的米糠 能够强调那个辛苦成分在里面 所以同学们可以看 第三题老师录点题了 都是一样的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 多一篇是故事性的文章 这是李密的诚情表 好 来 哪一位同学 可以巴老师念的 是夏 女同学好了 女同学还没讲话呢 好 请问可以诚实 好 来 燕一 好 李密如何化解 中校两男犬的 很尴尬局面 好 这个东西 我们再开始回答说 我们先理清 到底李密遇到什么难题呢 好 愿意 李密他是遇到 他被禁五地 他被赏事 可是他想要去照顾 他的病重的祖母 对了 很好 那你先理清了这个难题 你要找出难题 才能够办法去解决 所以如何也是叫你去解决问题 那他怎样是解决呢 OK 如何是解决方法 好 记得 解决问题是一步步来的 同学们就跟着步骤 一步步来解决的 好 那么在这边 我们看 解决完了之后 最后你一定要点出 解决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OK 解决后最后的结果 就是他不去复任的 好 那我们同学们在给答案之前 注意这篇文章叫成情表 它重点就是以情来贯穿全文的 OK 好 那么你用什么方法 你就是用这个情去打动 OK 打动这个皇帝 OK 好 那么别忘了 除了用情的方法 他也用小姿以礼的方法了 好 来 有一位同学可以帮老师 告诉老师说 他是用什么方法去解决 化解这个问题吗 徐妍妮可以帮老师回答吗 Hello 他是首先是以写这个成情表 给靖吴帝 就表示他需要去照顾 他的病重的祖母 就是用 然后也是非常用细节去表达 他们俩从小家庭离异 然后就是家庭比较悲惨 然后过后又跟祖母相依为命 所以只有他可以保护祖母 这样子的方式以打动静吴帝 OK 好 那我们看来看到愿意的答案吗 愿意答案在提的时候 其实是述的一个情况 别忘了把这个情字 也要把它扣出来 OK 比方说小秦 他不能够离开这个奶奶 生病的奶奶 OK 或者说我们要扣这个悲情 因为他和白奶奶是相依为命的 一定要扣这个情字 然后老师来讲说 别忘了小以大 OK 小字以理 也必须把它写进去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李密这个可以用另外哪一种题型来提问 好 来 下一位同学可以念吗 男同学 来 简横来 我们念第 李密以情 第二和第三题 一起念 好了 老师 李密以情 陈述此不复认的苦中 作者述说了哪几段情 李密在陈情表中 表达了哪几种情 好 简横可以告诉老师说 第二和第三道题和第一题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看他的重点在哪里 来 这第二和第三道题 他们都只要写情 不用谈到小字以理 对 也就是说这第二个第三题 需要说到的是那四个情 就是悲情 孝情 钟情和幽惧之情 对了 很好 好 所以注意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前提来的 以情叙述 持不复认 OK 这是一个苦中 OK 这个只是一个前提 所以同学们不要一看了就误会说 要叙述说他 为什么不复认 讲原因 这不是讲原因 这个是要你叙述 叙述里面的这一个情 一共几段情 所以题目问的是最后哪句 李密诉说了哪几段情 是的 OK 好 就列出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题 好 简横 我们看第四题有什么不一样呢 第四题来简横请两读 好 老师 李密如何委婉成情 此不复认 好 这一题 重点是在哪里呢 这一题就是我们回答问题要紧扣持不复认 然后它和第一题是一样的 都是方法论 对啦 我们需要说到提及的是动之以情和小之一 很好 同样也是方法认 OK 问为什么 它怎样去解决这个持不复认的这一个问题 对 如何就是扣这个问题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OK 那基本上老师就是举了这几两篇作为例子 还有很多很多篇章都是这个故事性的 那你们就记得它的问题都会扣在这几方面 比方说人物的这个形象 还有第二个就是这个情节它一共叙述了多少个事件 这个事件 OK 对里面的人物 对整个故事里面有什么影响或者它是问原因 好 这些东西都会紧扣着刚才老师放的这个提示板里面的这个中心论点 OK 好 那我们来事不宜迟 我们再看下一个 好 我们先看诗歌 OK 好 我最喜欢啦 这还有歌可以唱呢 对 今天没有时间 我们下一次约一下主持人一起听歌 好 我们看一下你听到的《如梦令》 OK 好 来 下一回这一次是谁让读啦 再来一个女生好吗 是 我可以 好 来 我吧 文飞 好 是比较如梦令 是比较如梦令 长地心停不住我 《如梦令》 左夜语出风咒 这两首词的不同之处 OK 好 来 谢谢你 好 注意这一题老师要问的是什么呢 就是比较题 那在考试里面呢 我们也有比较题 OK 比较 OK 当我们比较说 我们可以好几方面去比较说 比较它的内容啊 中心思想啊 心情啊 情感啊 或者里面的这个意象和 就是包括就是这个艺术手法啦 好 针对这首诗呢 我们可以比较它的内容 意象和情感 好 文飞可以告诉老师 这首词里面我们要做哪一 比 有什么这个比较的是哪一方面呢 首先我们可以比较的是内容 内容呢 第一首词呢 那第二首词呢 就是海棠花凋零 代表了美好时光的流逝这样的意思 或者下去是对比酒 酒的第一首词呢 因为那个慈人啦 就出油饭做菜很开心 所以他就开心碰饮借酒与情 来表达生活的无忧无虑 第二首词呢 就是因为春天即将要过去了 所以慈人感到很伤心 所以他借酒笑愁 那第三个可以对比的东西呢 就是情感 第一首词呢 就是慈人对大自然和春天的热爱与愉悦 那第二首词呢 就是慈人对即将消失的春天呢 感到非常的惋疾 还有连想到自己的青春短暂意识 而感到很惋疾 哇 我要鼓掌耶 我的天哪 文飞答得很详尽很好 这女生嘛 就喜欢诗词嘛 非常融入耶 那同学们注意 在这个比较的时候 就是你要什么事情和什么事情 什么事物和什么事物比较 你不能够把整首诗第一首 长记 息 停记全部写完了之后 第二首我再来写 这个就没有这个交锋点 就没有这个比较的这个效果了 忘了文飞 你干嘛没有讲这个部分 哪一个部分呢 这个部分啊 我的提示板 它不只要不同还要共同点啊 文飞 阿斯 老师 共同点 这个不要写共同点 因为它的题目已经写了 要写不同之处 所以不可以写共同点 诗人如何用周遭的描绘来图出两首诗的主题思想 写出诗人对这两首诗中身体所抒发的情感 好 这两个题目一样吗 二和三 第二道天 两首诗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都是一样的 因为它都是 诗人用周遭的描绘 周遭来描绘 顶色 然后从内容推展到情感 都是在描绘春天 对了 好 我们注意看一下 OK 这个描绘 OK 周遭的描绘 其实就是春天的描绘 然后中这个主题思想 就是抒发它的过子的一个情感 好 我们看完了这个之后 我们做一个总结 OK 好 这个我们 还有一个就是余光中的 余光中 好 我们简短的谈一谈余光中的相仇 OK 好 来 下一位同学朗读可以吗 可能让老师直接朗读好了 OK 好 诗人是通过哪个异象 来抒发心中的情感 好 来到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呢 我们先理清诗歌里面 有哪些异象 OK 这是基本上 OK 诗歌里面出现的异象 同学们搞清楚了之后 第二个就是抒发心中的情感 那抒发心中的情感 就是作者要不要带东西 就是他的这个主题思想 那你们就扣着这个来写 好 可是同学们记得 你不要只是写异象罢了 然后这些写完了就完了 你必须要把这个诗人的情感 OK 讲出来了 好 我们看一下余光中的题目 第二和第三道题 第二和第三道题 同学们OK 看一下有什么不样 好 他这里加了这个如何方法 OK 好 可是你们有注意到吗 他在抒发他这个强烈的相仇 强烈的相仇 不正是主题思想吗 OK 好 表达主题思想 还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好 所以简单的说 我们再读这个诗歌 是 OK 诗歌 作答诗歌的时候 它题目来来去去 扣着意象 OK 周遭的环境描写 然后诗人要表达的情感 如果 OK 所以同学们千万不要把这个赏息 全部抄进去 就想作答完了 对 就是抓紧时间作答 好 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呢 继续请老师给我们更多的现代文学 还有一些诗歌 或者其他文类的一个讲解 不要走开 青龙洞中龙做梦 青龙做梦出龙洞 做了千年万条梦 龙洞困龙再生动 自从来了新鱼宫 鱼宫捅开青龙洞 青龙洞中涌出龙 农去农田做农工 白石塔 白石白玉派 伴来白石搭白塔 白石塔 白石搭白石搭白塔 白塔白石他 大好白石塔 白塔白玉派 现在我要表演的是绕口令 然后我的主题是 雕与猫 树上有只雕 地上有只猫 地上的猫想雕走树上的雕 树上的雕捉 猫身上的猫 雕吓走的猫 猫赶飞的雕 春男们走六步 尽早六树和六九 教训六树和六九 借我六树六树好绿树 过了秋中打了树 帮我六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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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绿树 一位爷爷他信步 上街打树又买布 买了布 打了树 回头看见鹰抓兔 放下布 割下树 上前去追鹰和树 飞了鹰跑的树 打翻树 出师布 欢迎回来 好来OK好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比较有难度一点 就是说理性的文章 来首当其从我们来看孟子的《与我所欲言》 好来一位同学帮老师 让你读 好又是子贤 好来子贤 子贤是我的班长 孟子举出一单十一斗根和万中的例子来论证什么 OK好来子贤我们看一下 这个题目里面是 OK他先给例子 一单十一斗根和万中的例子来论证什么东西呢 OK好他论证的是什么呢 这个论证的是他的中心论点 也就是人人都要有本心 就是要舍生取义 然后他要强调这个正义比生命更重要 对啦 可是却有些人 是的 却有些人就为了利益而去把这个义给舍弃了 然后丧失了自己的本性 是的好 所以我们在回答的时候 第一个步骤就先把它中心论点搬出来 然后因为它是十分题嘛 你不能够回答中心论点 OK完了老师 十分怎么来 你当然要把这个一单十一斗根和万中这个例子做加以解释 好来子贤可以解释一下吗 我们简单解释就好了 OK 这个一单十一斗根呢 就是就比喻这一个活命的这个食物 如果你把它给人 或者这样子提给人随便给人 那些路人啊还是乞丐 他们都对他不须一顿不肯去接受这样子的施舍 因为每个人呢都 就不是每个人 就有些人呢就会为了要活命 然后丧失自己的本性 可是反之呢就有些人呢 就为了这个万中 好像为了这些住宅的华美啊 亲切去侍奉他 或者是为了让那些穷困的人去感激他 而他做出了一些丧失自己本性的那些表现 OK好来谢谢子贤 那子贤刚才在解释例子的时候 同学们有没有听到 他在解释例子的时候 他有没有扣回中心思想 刚才我们在讲一斗根一单石的时候 他讲路人和乞丐啊 你要扣回中心思想说 哎这些人就是宁愿使生取义 他不需要吃这个东西 牺牲性命也没关系 那万中的时候呢 同学们也要在讲完之后 也要扣回这个说 哎你看这个人就是为了这个利益 为了这个万中呢 就牺牲了这个义 好别怕这一题 我们来看一下有关这一题的另外一种提示 OK另外一种提醒啊 好来下一位同学 嗨 卡荣来 我们念第二题就好了 OK 这些例子说明什么呢 何谓人人 何谓人人皆有本心 但又为何为优惠失去本心 事实是一家一双 好来 凯荣告诉老师 第二题和第一题一样吗 他会有一点不一样是因为 第一个就是要去用例子去找中心论点 第二个就是他直接点了你中心论点 他是要你再举出例子来 对啦 OK好来谢谢你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已经摆出例子了 叫你去找中心论点 好这个呢 其实前面这两道小题就是中心论点了 那你就回答人人都有本心就是舍身取义的心 OK为什么会丧失呢 就是为了利益 好然后你举出示例 好你的示例是什么呢 又回来了这个一单子一斗根 所以还是都在这个圈子里面 好可是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和第四就有点不一样了 好来 还是凯荣吗 凯荣请念第三和第四 好好 孟子如何认证舍身取义 好第四题呢 我自然看待义的 好这两题又有什么不一样 第三题他是要你用什么论证法去认证他的中心论点 就是舍身取义 第四题的话他是不用强调他的那个方法论 但是他就是要你提出孟子对义的看法 对了OK好来谢谢凯荣我们看一下 第三题是有点难度的 如何认证 好这个是比较就是针对写作手法来提问的 OK好如何认证我们就用这个认证法里面呢 我们有这个鱼认证鱼与熊掌 好还有一个这个正法认证或者是对比认证 这个OK好里面我们有提到的就是人人所喜爱的就是义 他比生命更重要所以他不苟且偷生 OK但是相反的反面认证的话就是有些人却为了生命 OK好他可以牺牲义OK不择手段保命 好这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用这个认证来回答 可是第四题的话呢从这个认证怎样看待义的话呢 他是侃侃而谈从前面开始讲起就是义和生命做一个比较 人人都有本性这样子 你只是概括整篇的内容而已 OK所以你不用在里面提什么认证法啊 什么对比认证这些字也 OK好我们来看一下 OK下一篇我选的是这个现代文的朱光潜的这个古松 OK好这篇是朱光潜的美学课 好来下一位同学是谁念啊 好来建云 那老师我来念 作者在文中提出哪三种态度 这些态度有哪些特点 OK好这里问的是哪三种态度 那文中里面呢OK他的三种态度就是这一个三种态度了 好那同学们呢记得不要看错题目 他不是问你说这三种人呢 对古松的态度看清楚吗 哪三种态度不是古松的态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三种态度之后 你要解释哪些特点 好建云可以告诉老师这三种态度有哪些特点 实用态度呢主要关注的是那个东西的用途价值和利益 而科学态度主要着重的是事物的名称 类别构造和规律等 审美态度关注的是形象气韵和美丑 OK好谢谢你 OK好那我们就谈到审美是直觉的OK 无而而为的OK好那记得同学们 写完了之后你不要去写论据了 没有这么多的OK他问了这个就够了OK好 OK好我们来看一下古松这一天 我们也可以再用什么的这个提醒去提问了 第二道题目来 这是人到谁要回答老师的题目啊 好来远一 好请念 为什么为什么作者认为每个人看相同事物 却产生不同的形象是说明之 OK好说明就是你要解释 记得说明就是要解释 解释包括要给例子 那他到底要你说明什么东西呢 哎月妮看一下这个 每个人看相同的事物却产生不同的形象 这个东西是什么来的 来我们看中心认点 OK好那你告诉老师 这一题的答案是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针对哪一方面来解释 可以针对从木材商植物学家跟画家的 这个三个三个人有三个不同的看法 去作为其中一个例子 然后过后也可以从年龄性别或者是其他各种不同方面的东西去强调中心论点是代表每个人的看法就是会根据性格态度 就是觉得情绪或看法经验不一样会产生有不同的看法 对啦 OK好 这个他不是只是锁在这边 所以同学们可以从职业看 OK职业的不一样 这是一个例子来的 他可以从年龄年长的人年幼的人 他也可以说生活的经验 叫他写一画一幅古松的画 画出来也是不同的效果 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三题 第三题就很容易的 他就直接问你说 木材山植物学家画家是怎样看古松 那我们就纯粹把这个答案 OK落在这个论据上面稍微解释一下 OK好 木山是以这个实用价值去看这个古松有什么这个价值 OK好 植物学家就是用理论的去看他的这个成分等等 画家就直接用美的角度去看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做一个小节 OK好那刚才老师说的都是说理性的文章 那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还有这些说理性的文章 那同学们就稍微注意一下 他会问的问题就是论点 请给论据 不然他就搬出了一个论据 是什么论点 你就把中心思想解释 它其实都在这两方面 OK好 所以同学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去回答其他的问题 搞懂题型 大概那个答案就差不远了 是是是 就不要紧张 OK好 对因为虽然只有两个小时 但是你还是可以掌握得很好 对对 所以一开始我就是说 理论据论点 让它列出来的话 是 这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是 OK 再来我让老师要说鲁迅 鲁迅我们都知道RQ正传 但好像今天要介绍的不是这一篇对吧 不是 是哪一篇呢 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要看的是非常经典的这个孔宜集 OK好 来我们看一下孔宜集 好 来哪一位同学可以帮老师读一下的 嘿凯荣 好请念 是从外貌 衣着 言语 以及神态 说明孔宜集的前后形象变化 造成变化的一个原因 OK好 谢谢 我们看一下小说 好 我们看一下小说老师提示板就有所更改了 你看到吗 小说里面三个主要的东西 我都把它搬上来的就是 谁 什么情节 还有中心思想 发生什么事就是为了什么 OK好 那我们先看这一题是问形象 但是他不会只是问形象吧 他还问你什么原因造成的 OK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 鲁迅OK 这个形象 OK好注意啊 这个形象里面有问这个变化 当有变化的时候 其实我们必须要交代之前和之后的样子 OK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们都知道故事 我们的小说里面 人的性格形象会变化 他身根的情节 还有环性的变化造成的 OK好 来 好 鲁迅OK告诉老师 他的外貌衣着上有什么变化 孔一级外貌上刚开始是身材高大 射清白 但是到最后他就变又瘦黑眼 又瘦又黑 双脚团队 好 衣着呢 衣着方面呢 就是刚开始他就穿长衫了 但是那长衫又长又破 到最后呢 他就只穿一件破甲 对很好 好 我们就这样子一个一个 虽然就来讲 语言之前是怎样的 后来是怎样的 神态之前是怎样的 神态之后是怎样的 OK好 那讲完之后就为什么 他会变成这样子 那老师就 他叫你举出一个原因了 那我就问你一个例子 刚才你讲说他的外貌嘛 他后来是爬得进来的 OK 他是双脚长肺的 那告诉老师 他为什么会双脚长肺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 要找答案吗 来 从这个主题思想里面找答案 这个是你的提示来的 原因是什么原因 社会的病态 社会的病态 不是吧 他双脚受伤 双脚断了 并不是社会冷漠无情 那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人吗 社会的这个等级 你还记得那一个让人家生气的丁举人吗 独打他异常让他的脚断了 OK 好 所以当时的这个等级 等级化 同志子可以为所欲为 OK 好 所以你就回答这个原因 你只找一个出来回答他的原因 所以老师意思是说 要对故事本来就很熟悉 你才能上考场硬考 对 OK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老师在下面写了一个形象 以这个性格的特征 好 如果有同学 OK 会问我说 老师 那么当我问孔宜吉的形象怎么办 你就要把他的样子写完 然后包括了他这样子的一个性格特征也写进去 可是如果题目他问你是性格特征的话 哦 你就不用讲他的外貌 那你直接就点了 他好吃的爱面子啊 骄傲啊 事想运辅这一方面 OK 好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孔宜吉还有什么题目可以提问的 好 来 这一次 我请一位同学帮老师念第二题 好 看到 文飞 来 我女生比较近哦 写出孔宜吉第一次与最后一次出现在闲宫酒店的形象 什么原因造成他前后形象不一 好 文飞 这一题和第一题有什么不一样 这一题不用这样详细写他的外貌衣着语言 想看那些东西 重点要放在陈述原因为什么 对啦 很好 所以这个是也是有前后 可是呢 我们就容统的概括 因为他重点是要你交代原因 好 原因在哪里 为什么变了 还是回来这个原因 当时的时代背景 OK 当时的科举制度和当时的这个封建思想的这个社会 OK 好 所以他侧重点不一样罢了 哪一个部分该写多 哪一个部分该写少 同学们要注意 好 来 文飞 帮忙去看一下第三题和第四题 好的 简通酒店里的酒客有什么差别 这些差别反映出怎样的社会现象 还有第四 除了孔宜吉 作者也塑造反一帮酒客 掌柜 小伙计 英居人的角色 来突出小说的主题思想 是论知 好我们来看一下 OK 这两题一样吗 文飞你觉得 不一样 怎样不一样 因为第一题他写的是 就是讲怎样的社会现象 OK 第四题呢 讲的是他的主题思想跟他的这些 重点是在主题思想 第四题 文飞你这样子答就很好了 你看下 你讲不一样 你看社会现象 什么社会现象 社会的状况 还是主题思想 你看到吗 当时的这个社会状况 他还是挂钩回去 也是主题思想 只是他扣在哪一方面 好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问的是酒客 那刚才老师讲说 小说里面 人物是里面的灵魂 所以除了孔宇己 这些配角也很重要 OK 好 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酒客 还有酒客以外的 这个掌柜 伙计 丁举人 这些人物 文飞可以告诉老师 酒客里面有什么差别 就是这些客人们 有的是站着 有的坐着喝酒 有的在外面喝酒 有的在里面喝酒 他们的盘中的菜色 跟店长招待的 都显示着他们之间的差别 对啦 OK好 这个就是扣哪一个 扣这个社会的 这个等级化 富贵贤淑 有钱和没有钱人的身份 是不一样的 连喝酒也有区分 OK好 可是如果我们看第四题的话 第四题老师要你们看的 就是一个个来讲 短一般 它反映了怎样的 一个主题思想 OK 掌柜在这个人物里面 反映了一个怎样的 一个状况 小伙计 你一个个把它列出来 比方说很典型的 这个丁举人 我们刚才就讲说了 统治子 滥用失权的那种情况 好 我们再来看 这一篇好了 OK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一篇 这是马华文学 OK 三万元的痴女阿莲 OK好 那我们请下一位同学 朗读 嘿 远妮 好 来 白莲随时智障女孩 常招人排斥 但内心渴望认同与接纳 是举例加以说明 好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 她要你说明什么东西 OK好 来 她要你说明什么东西 远妮 内心渴望获得认同与接纳 好 内心渴望认同与接纳 跟哪一个主题思想有关系 找一找 找到吗 第一个 人们有追求自由 幸福与尊严的本能与权利 对啦 OK好 所以她还是扣回主题思想 那我们看一下 举例说明的话 那我们就用情节去说明这一个主题 这个内心渴望认同与接纳 去说明这一个主题思想了 好 这里老师要点清楚的 内心渴望 那么在这里它有三个 第一个是幸福 第二个是认同接纳 与尊重 第三个是自由 那这个题目里面 她已经点明了 我要这个部分 所以同学们在举例的时候 不要写说 这个阿联去办怀孕啊 渴望人家结婚啊 这个情节就不能够举例了 所以记得 OK 这是一个误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子女阿联的提醒 还有什么提醒呢 好 来 下一位同学 是人到哪一位要回答老师 下一位同学 快自首 好 我看到了凯隆是吗 是 凯隆来 巴马老师念第二题 OK 那么第二题的话呢 跟第一题恰恰刚好是相反的 你看送咖啡 这是一个情节 它就调整过来的 从情节里面 你告诉老师 这个情节 OK 它的主题是什么 好 今天老师要顺道 跟你们说用意何在 小说里面的用意何在呢 它基本上就是 要来塑造这一个人物的形象 凸显它的主题思想 那这一边的话 它肯定就是凸显这个主题思想 那请问 OK 凯隆 它要突出哪一个主题思想 它是要突出白脸想 白脸追求自我 渴望自由 尊重还有认可 对啦 OK好 我们来看一下 OK好 这一个情节 OK好 那它就是扣在这一边 OK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三题和第四题 第三题第四题 你看控制社会的保守和忍漠无情 OK 欺压弱势群体的现象 如何提升 OK 上述的这个主题 所以这个就是要你根据主题思想里面 举出情节出来 好 第四题的话 那你看白脸虽然是一个智障女 外表庸属 橘子不雅 但是她情感丰富 内心需求和正常人样 是举例说明白脸的内心世界 好 我们看一下 内心需求内心世界是什么 还是这个 它就是要追求这个东西 我们还是一样 回去根据情节来举例说明了 所以好 有没有信心 如果这样子看 这题目都来都去 其实都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就是通过不同的题型 让你更了解整个故事情节 然后让你在作答的时候 更加清晰地点出重点 我们这里也要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老师还要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 端上台跟大家来分享 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这位人物 是中国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 他曾经写过一个作品使他得奖 就是生死疲劳 谈人投胎了变成一头山珠 然后这山珠怎么样游泳游泳 它的想象力和描绘能力之丰富 让人惊叹 而且对底层生活有很深刻的感受 那今天蔡老师要给我们带来的是另外一个作品 好像跟白菜有关 请教一下蔡老师 好 来 谢谢主持人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莫言的卖白菜 这个大概是在发生在文革 他童年的一篇文章 OK 好 来 我们看一下同学们 可以开始了 来 谁可以 回来 回来 好 来 谁可以帮老师念 是 来 建亨 好 老师来 世述母亲决定卖掉白菜的经过与内心的矛盾 作者刻画这一个情节的用意何在 OK 好 来 谢谢建亨 好 这个题目里面呢 我们把它分成三个细节 OK 好 前面呢是讲的是这个情节 OK 好 后面用意何在 他就是要扣回了我们的主题思想 那老师已经写了 OK 用意何在 就是凸显了这个人物形象 和表达了这个中心思想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就要概括这个故事的情节 OK 就是母亲决定卖白菜的 这一个经过的情节 可是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字 老师要扣的就是这个内心的矛盾 我们都知道小说里面 OK 它的重点 OK 是要有出现这个矛盾的状况 才能够显现出来 那所谓的矛盾就是内心渴望的东西 和现实上的一个主导 那建亨可以告诉老师说 在这个卖白菜里面 妈妈面对什么问题 在这个卖白菜的这个小说里面 妈妈面对的问题就是 她在纠结着究竟要不要卖白菜 因为她已经就答应了孩子 说要用那个白菜来包饺子 那她现实有什么困扰 现实的困扰是什么 就是因为 就是那个时候生活就非常的穷困潦倒 所以就没有钱才会决定 要不要卖白菜 对 就穷到最后那三颗也要卖掉 所以这个就是她内心的矛盾 同学们在写的时候 交代情节的时候 也必须写出母亲的心理感受 要凸显那种挣扎的 就像刚才讲说很纠结的那一个东西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题 她要凸显的是什么东西 她的用意是什么 建亨可以试一下回答吗 这一题她主要凸显的是 母亲的人物形象 就是她要凸显出母亲是很坚强 然后很慈爱 就是很爱孩子 所以就纠结要不要卖那个白菜 然后她也要带出这个小说的主题思想 就是带出了这个社会人民的艰辛与酸处 穷困逼人 对了 OK 所以是扣回了这个主题思想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 OK 谢谢今天很好 我们看下一题 好 下一题 OK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题 谁要帮老师上读第二题的 我们换个人好了 换个人了 在女同学吧 好像运兴是吧 运兴的声音比较少 运兴还在吗 还是已经离线了 哈啰 有吗 运兴 嗨 是 很好听到你的声音很高兴 是 您说 您说 第二题吗 对 卖掉白 不对 是 四叔老太太卖白菜的经过 作者着力扣画老太太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好 运兴 OK 运兴来告诉老师说 OK 我们看第二题 第一题和第二题 一样吗 一起看一下 第二题与第一题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的 都是在 都是在开过情节和目的 但是第二题讲的是老太太买白菜的经过 目的是刻画母亲的善良 然后宽容老太太的刻薄精进计较 从主题思想是贫困逼人 对了 所以在这里是他刻画 主要是要刻画这个什么 作者刻画老太太的主要目的是要 凸显老太太的一个斤斤计较刻薄 再选那个挑白菜的情形 然后也写出了当时人民的穷困 好 我们看一下 运兴可以帮老师回答第三题 再读第三题好不好 来 第三题 好 麦白菜里写了哪些人物之间的冲突 这些冲突对刻画人物有何作用 好了 好 这一题呢 OK 它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字叫冲突 刚刚老师讲说我们在文章里面 小说里面一定有矛盾的冲突 这个冲突是什么意思 就是两个人的行为造成了一个对立 或者思想对立的成分 那运兴可以告诉老师 这个卖牌菜里面有哪些冲突 出现什么冲突 来 试一下回答 有三个冲突 一个是作者和母亲 就是在纠结要不要卖白菜 另一个 第二个就是 作者跟老太太那边挑白菜的时候 还有第三个就是母亲跟老太太那边 商量着那个价钱跟那个白菜的质量 很好 他把老师的笔记都背了背起来了 厉害 好 我们看一下凸显这些人物的作用 那我们里面有出现的人物什么 比方说你就要挑出说 一些母亲的形象 还是老太太的形象等等这样子 OK 好 那这边其实我们很重要的 就是卖白菜的这个情节 还有这个老太太买牌菜的这个情节 好 我们再来看多一篇 这个是老师本身很喜欢的欧香雪 好 这一个是比较近代的 好 那女生都很喜欢这一篇 因为里面讲的是小女生 OK 好 来 好 我们来请一下下一位同学是哪一位呢 人到哪一位 之前喜欢这一篇 好 来 念 火车和铅笔盒分别对台儿沟村民与香雪产生哪些影响 是分析之 OK 好 那老师在还没有分析这些题目之前呢 你们一开始举笔的时候 首先要写火车和铅笔盒的这一个象征意义 这个自动铅笔盒呢 它的象征意义是知识的价值 还有人们对知识的向往和追求 OK 好 谢谢你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影响 好 影响就是这个讲说 就是这个事件的发生 造成了怎样的一个作用 OK 其实影响也是在想作用 好 所以你们在写的时候 你们要一个个来写 就先火车 火车对村民是怎样的 OK 然后对香水是怎样的 然后再扣回这个铅笔盒 对香水的影响是什么 OK 好 一个一个来列出来 好 那老师就这里要特地强调的 这个铅笔盒对这个香水影响 非常的大的影响 那我们看一下 它的答案可以就是 就是要追求文明 摆脱这个穷困 OK 好 然后老师要提醒同学就是 你别忘了故事中有两个铅笔盒 其实有一个是木字的铅笔盒 还记得木字铅笔盒是什么意思吗 谁可以告诉老师的 这个木铅笔盒呢 它象征落后贫穷还有封闭 对 就是因为木字铅笔盒 象征落后封闭 所以香水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愿望 想说我摆脱这个痛苦 我要去追求知识 OK 我要去改变这一个 台罗沟的这个状况 所以有一个是木字铅笔盒 有一个是自动铅笔盒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OK 再看最后一篇文章好了 气缘是吗 好 我们看香水 接下来第二第三题都是一样 都是在问这个铅笔盒和火车 OK 扣回这个主题思想来提问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一篇的这个气缘 那气缘是一篇戏剧 OK 戏剧 那么它的内容很多 老师就不挑了 OK 我就挑了 其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来提问 就是这个财富 OK 凭财富作威作福的 这一个中心思想了 OK 好 我们看一下 作者如何借这个 照老太太这个角色来批判 OK 平视这个财富作威作福的人 好 这里我们先搞清楚 老太太的这个人物形象 OK 好 然后我们再紧扣她 在这个剧情中的 这个功能来写 OK 好 那因为她很多情节 所以我们就 以这个人物角色来切入 从这个姚国栋 她怎样对姚国栋 她怎样对这个旺兆华 她怎样对待这个姚小福了 OK 好 最后我们想请蔡老师 跟我们简短的讲解一下 其实在面对中国文学 硬考的当儿 有哪一些tips 重点是同学们 可以帮到自己的 其实我基本上的话 就是我可以跳到总结去吗 是 可以 OK 好 我们跳到总结这一个 变额 这个翻译我们不看了 OK 好 我们总结一下 OK 其实同学们 最重要还是牢记 我们的这个中心思想 OK 牢记中心思想之后 你就要懂得去掌握里面 特别是故事性的小说的戏剧 这个情节你都要会 然后融会贯通 那最后一点就是在作答的时候 我每次提醒同学们 说作答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一个开场班 引目正题 然后你就写你的这个内容 那内容要点 大概是四个到五个这个要点 如果你不做开场班 你就做一个小总结 OK 好 我手上就是老师刚才提供 给我做参考的课本 请老师再简短的讲一下 其实这课本我们怎么善用它 让我们在硬考的时候 更加得心应手 请老师跟我们讲解一下 这课本 就是我们都熟读吗 然后就把它都记下来消化吗 对 其实记下来 我不鼓励同学背 我到时候是不鼓励背 因为文学就是用心去奸赏 去欣赏的 那你真的是打从心 你去认识这篇文章 去喜欢这篇文章 你自然而然就会回答了 是 甚至是现在有很多电视剧 把一些诗词都融入到 他们的歌曲当中 比如说刚才老师一开始讲的 那个李清照的词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就是这几年在流行的这个主题曲 还有它的电视剧 所以如果善用这些影音视材 让你自己更好地了解 和贴近这个文学 就能够做到说 在应考的时候不紧张 而且充分享受其中 好 今天十分感谢 我们的蔡循玉老师 谢谢您的详细讲解 也谢谢所有六位同学 陪伴了我们一个小时半 谢谢你们 拜拜 那祝你们卡式成功 加油 拜拜 加油 加油 祝你们都有好成绩 好 今天很高兴 也谢谢所有观众朋友 陪我们度过了这一小时半 希望说大家都能够走上这个成功之路 不管是在考试上还是在生活上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感谢疫情期间 NTV7TV本地的干 给2020年SPM考生准备的作答技巧节目 我是凯林妈妈 当初看到孩子选择中国文学 我感到非常欣慰 也非常支持孩子选择这个科目 因为从小她就热爱华文 中国文学记载了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历史 也非常开心 那么看到那么多学生选择这个科目 在这里我祝愿所有2020年SPM考生 都能精榜提名考过加系 加油 加油 首先要感谢DTV KPM专业老师 为SPM中国文学的考生 安排了考前中试课 我二子张春意来自昆城中学 也是2020SPM考生之一 同时报考中国文学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 每一年都有很多学生 报考SPM博文课和中国文学 这证明了中文母语教育是被肯定的 在此我祝祝每一位学生考试成功 精榜提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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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